今早有嘉宾是林家琪KK KK 早晨 早晨 我们先谈谈新鲜滚热辣的消息 上日有报章已经股位 因为随着A股 纽约MSCI的新型市场指数要扩庸 交给易刚宣布 已经公布了 一南向的额度 会由105亿增加到420亿 而北向时是130亿乘4 亦有提到互伦通争取在2018年 要通过 是否对劝商是好消息 港交所已得益 但大陆的劝商有实力 如果上海和伦敦都通过来 那时候是否更加劲呢 应该是 因为渠道又宽阔 银码又大了 是的 银码又多了 又多过英国这边的互伦通 实质上是否影响性那么大 也要看看有没有人买才行 即是你有一个渠道在 你的额都用不尽 只不过你开了那条路 大家都会觉得 你今天不用 迟早都用得尽 否则的话 即是未来可能成交量会多 才会令到交易金额上下阔 所以应该是利好的 但就不是说一时三刻 就不是说 好像前几年说我 一说护港汤的消息 是来得这么震撼 你看到说完之后 真的通车的成效 甚至乎市场的反应都冷却的 我觉得就当是一个好消息 看 但就不是说短线的好消息 就当是长线的好消息 甚至乎可以真是多些时间去观察 即是否会先为MSCI铺路做些事 让国际投资者先看着 这个一定是 因为这个是最基本的 如果你可以买的金额不算不多 如果你真的没有兴趣进入你的股市 就算你指数基金追也追不到 最大的问题是 因为国际市场的基金规模是非常之大 如果你说被动式基金追回 即是内地的MSCI指数的话 可能他们买的金额 是比现在每日的金额多很多 所以你说去四倍 我觉得都是保守 因为一旦当A股突然之间升 他们要被动追货 一追的时候 每日的金额 我相信你四百亿亿都很容易用 所以开通定是事在行为 而且今年不仅是A股入魔 入魔之后大家都估计 会否很快又会将百分比增加 如果一增加的时候 难道那时才将渠道抗宽吗 那现在先去做好 即是配合深化金融改革 没错 你看到我们现在 并认为港交所的股价 当然应该是受惠 大家都憧憬 流量会增加 所以国内都做好准备 是这个平台 易光同步都宣布 互伦通都在18年开通 在中国的角度 可能就像刚才KK说的 真是一些被动基金要买的 这个最快A股 一条渠可能不够 可能要多两条渠 这个是否分薄了港交所的魅力 之前已经港交所跌下去 因为内地有CDR 即是香港同股不同权 搞了这么久 打算年终搞 都已经失败了 现在它又互伦通 港交所是否又分薄了 某个程度上你可以说是分薄了 因为你可以经过伦敦那边去买 但我倒回前提 我觉得分薄了 同一时间 你的交易量可能会因此增加 因为你说香港市场的时区先走 而伦敦是走后的 如果你说欧洲开市有什么动向 其实你会在那段时间 其实会令到整个股市场 整个交易的金价都会增加 最重要是旺 如果A股旺 对于我们 护港通这边的北向也对 都应该是一个好事 如果CDR开 它在互伦通 人家在伦敦、欧洲 在互伦通 又要买你CDR 就方便了 不用你香港 这个也是 但我觉得是两个时区 是两个时区便对 是两个时区 你买美国当时 例如阿里巴巴 你这一天仍在开市 在美国当时 对 现在你来 就买阿里巴巴的CDR 在中国买就更容易 香港可不可以想想 港交所不如 我收购你 我做你做partner 你上证 行不行 海放、习主席 有人是这样想过 但我想短期的机会比较小 刚刚在上海收购 你港澳所 调转 调转的机会有可能会大一点 其实港澳所也不断找东西收购 你见到 不过不是那么容易 LME 还是规矩的 你叫LME 买买也要付些代价 这几年都拖着部分的业职 你说是否这样收购是好事 因为交易所在全球 都是一些相对独视的生意 如果你说港交所有这个机会 当然是好 但我想最重要的是 它应该以香港为蜡烛点 你说香港的资金的灵活度 或者流进出的程度 其实比较容易 如果你说扎根于香港 你多些渠道 去进出内地的股市 我觉得反而这件事 比较根本性 甚至你可以吸引多些资金来到香港 因为最大部分赚钱 一定是港交所购买的成交金额 即是说交易费 但要发展到ODC 因为现在科技那么好 就是说不用了 电子街好像纽约那些 24小时都有Train 又会怎样变化呢 这个其实是 赵sir你讲的重点 其实行内很多人都说 你会否够够一些OTC 即是长海交易 长海交易因为其实都挺活跃 亦是很多国际金融市场会做到 不过我认为先不要搞这么多事 下汇年同股不同权限了 你这些合力为人事 我想逐步逐步来 应该就希望它会加快 整体上对于香港的金融市场 都会健康派借 总之未来市场是多的市 5月开始可能是一个大变化 今早还有一个焦点要看信宇 大海网说3月的出货量 手机镜头按年出货量 5成1 按月也有得升 高盛说它是延续的升级 trend 亦想选试占率 应该可以继续提升 季度去计算时 已经达到全年公司的guidance 上限的两成了 看得很好 但亦有些行业说 它暂时还有优势 因为其他公司 可能还未达到这个产能 所以关键反而是下半年 看看主要对手会否追上 还有去年有些很高的技术 都是在下半年出现 所以有些行业有些保留 它今次是厉害的 未来还可否继续厉害呢 是否这份忧虑 又截住2382的走势 如果看上日优泰的表现 一出个数目很厉害 但反而你现在看到 信誉出了个数目 为何它又跟不上 投资者很成熟 好消息出货 信誉之前股价升不少 你见到升了几天 有没有春光鸭 相信有部份 而确实今次信誉的整体大数 是给市场很大惊喜 你说忧虑的 何时都可以说 因为高机数 高处不升行 究竟下半年会怎样呢 如果你说只是细缺 今次三月份的出货量 手机的镜头是做得好 但模组方面 其实市场上有点担心 比预期中是差一点 还有车座镜头 你说按月或按年都可以增长 但亦都是比市场预期中 做得差一点 所以看看你哪个方向 如果你说股价已经升上来 三月份的数据是好的话 股价应该都已经反映了 反而四月份甚至打扰时间 真正是怎样呢 每个月跟它计算 就不是说 好像去年 一支箭一支箭 又好消息就升上来 因为股价应该是对上来的 但它拆下来也挺重要的 是的 所以数据 如果你说稍有差时 四月份或甚至下半年差的话 它的股价调整的幅度也很大 所以我觉得 买这支股价 你预计的波幅是大 是的 而且不要说 只是一个月的数据 就决定买这支股价 应该看着股价如何表现 还有未来还有多少上升空间 这是比较重要的 好 刚才的画面 我们看到有个小的镜头 看一看 博奥论坛的现场情况 今天到银行行长逸刚 刚才说到5月起 开始股价汇流通 走出去 而且它也有提到货币政策 将来保持这个赤道等等 好 我们随着 他们全的思维都说 邓小平的时代就是 即是内部改革 为什么改革开放呢 就不是开放改革 解放军经常都要解放你的 当然是改革行头 解放完之后不行 生产量不行 那便要开放改革开放 现在再一次革命 就是走出去国际 所以易刚所说的 跟国际有关系 没错 这个现场 我们可以留意直播台 股份也要再问KK 国药发生什么事 是的 为什么这么弱 去年大家很憧憬 昨天也有些统计 北水流向 其实是少了入金融股 其实是在金融股切离 就是去了内需股和药股 那会否中伏 国药本来去年的业绩很好 国指今年的十大成分股 它都有份 第一季就预计利润会安延 三成的 这不单止对国药本身 对整版的药股来说 也挺大的冲击 一个冷水流过来 本来还要重新预计整版的药股 现在是否由头做过 本来虎口良药 现在是什么药 是的 被人下了药 是的 我觉得国药是单一事件 如果你说 喜欢买药股和喜欢买国药 是两件事 虽然是同一个版块 因为你做国药是做分销 无理率是非常低的 如果你说无理率低 那么你的收入稍有差池 又或者管理是少少不善的话 又或者有些特别开支 其实你的盈利真的会突然之间跌得很多 现在我们热炒的股份 就不是国药这些销售股份 我们是制药股份 和创新生物科技股份 我觉得是两个世界 所以如果你说 只是担心国药的业绩走样 而去怕其他药业股的话 我觉得就有少少计人优 反而如果真的这么幸运 那些股份都跌的话 我觉得反而应该买 就是你有那个低级的机会 我一向不太喜欢 只是做分销药 因为那个无理真的越来越少 甚至乎国家现在的政策 都是要个药价便宜 药价便宜的话 你卖的亦都要便宜 变相你的无理 挣咬的情况很严重 但是相对于其他的 尤其是一些生物科技的药品 你旅见已经在美国 FDA 整天都说临床实验 又说可以是全球发售这些消息 其实对于一些上游的药股来说 帮助不单止是未来的盈利 甚至乎他们在国际市场的定位 再加上股值 也不怕它是贵的 所以我觉得在今转 是给大家一个机会 再分清楚 如果我到底是买些什么 不应该买些分销的 应该买些上游自创能力较为强的股份 好 这个好教训 分清楚 好 今早早就麻烦了KK 和我们分析几个焦点股份 我们就会吃到这里 在白天 我们就有点消息 我们就会吃到那边 然后大家在大火 点头 我们就知道 那个概念 那个 我们就买点 法